举的后续消息 首先要告诉您 花联县长谢申山 因为在选前最后一页 现身无党籍候选人张志明的造势晚会 而没有支持国民党提名的杜丽华 国民党花联县党部 今天下午召开考纪会 针对是否要处分谢申山进行讨论 而现在初步决定将要建议党中央考纪会 给予谢申山停权半年的处分 将挺无党籍的花联县长候选人张志明 不挺国民党提名的杜丽华 花联县长谢申山频频游走在 危机辅选的灰色地带 花联县党部8号下午召开地方考纪会讨论 决议将建议党中央考纪会 对谢申山停权半年 我们也有考量到比例原则 还有考量我们未来选举的需要 建议中央给予谢县长停权半年的出分 花联县党部也认为 谢申山在选前之夜 不只出现在张志明的造势场合 并手笔张志明的竞选号码 就算没有公开站台 但辅选的动作已经很明显 得知被停权半年 谢申山不回应 只透过宪府秘书转达 尊重党的决定 宪党是尊重党的决定啊 宪党部只建议停权半年 并未开除谢申山党籍 有没有处分过清 还有待党中央考纪会后续讨论 最后才会将决议送交中常会 做最后决定 记得综合报导